过了个春节,大鱼大肉吃多了,衣服都变小了不能穿,肚子变得鼓鼓囊囊,关键是食欲又好,又不想运动。 大号还特别费劲儿,白萝卜搭配鸡蛋,可解决了人们的大麻烦。 嗨大家好,我是小苏,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 首先,白萝卜清洗干净之后,去掉头尾两端,然后改刀成。 切成小粗条。 直接放入砂锅中。 再加入一勺水,没过食材。 盖上盖子,开大火煮开,然后转小火,咕咕上十分钟。 煮好之后,加入一颗荷包蛋。 继续盖上盖子,闷上五分钟。 把鸡蛋煮熟。 然后加入一小勺的食盐,一小勺白胡椒粉。 搅拌均匀之后,就可以出锅了。 这样煮好的白萝卜鸡蛋汤,喝起来有着淡淡的锅味,特别多。 我们用它来替代早餐或者是晚餐。 吃上段时间,你就会发现,裤子变大了,腰围小一圈。 真的是一天一个样。 春天,想要穿上美美的衣服的朋友,赶紧来试试吧。